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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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早晨 又是我們倆 今天又要出發 下山 今天我們是去魔鬼山 也叫拍台山 我知道 這次我們要靠你帶路 我去的一定是簡單路線 大家跟我走 我們出發 繼續走前面 快點 茶哥領導 轉入高超道 繼續走 謝謝 快點 看著山這邊的方向 沿著高超道走 就會看到這裡 進入這個 好 我們在地鐵站走上來一段路 沿著高超道 高超道 然後我們都會看到 後面就有一個去華人秤墳場的牌子 然後我們的路就在這裡後面 到了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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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錯 有牌子 入口在對面而已 大家要小心車輪 現在沒有車輪 快點走 好 我們走完這條大斜路之後 終於可以上山了 太好了 有這個 今次由我在地圖 指給大家了 剛才我們在這裏 遊堂 就有個地鐵站 就走到局下 在這裏 然後我們再上上 跑台山 就在這個山坡 在這裏 接著後 就在三角形 再到地鐵站 是否很簡單呢 是呀 很簡單 之後向左邊走 左邊走 這裏已經是第一個牌子 它寫著 炮台山 就是562米 是否很簡單呢 這麼快就有個分叉路口 有啦 有啦 是啊 走這邊才對 謝謝 大佬 去炮台山 和一個炮台山 軍事設施 我會帶大家去這個軍事設施 因為它是一個 都算是景點 第一次來 當然是走完 真的走幾步就到了 走過62米 就看到身後這個炮台 真的很快 是啊 是啊 不如我們走走進去吧 好嗎 進去看看 我們是不是要繞進去 是啊 進去 我都很多人 好 又見到你了 Hello 你看看以前的炮 應該是放在這裡 我不知道 是否用來避彈 應該是 這裏就在發射 應該是避彈 應該是避彈 避彈 避彈 走吧 我們出發 走 很快要走遠 這裏只有一個炮台 對 跟上一下 休息一下也可以 這裏有個位置 很多人在休息 累就在這裡休息也可以 好 好 其實只有一條路 我們再跟著 前面 前面那條路 對 滾到樓梯幾步路 就看到這個牌 我們又是跟回路牌 絕對沒有錯 這邊的 GoGoGo 這邊的 U-turn 好 越來越高 又來到路牌 但這裏沒有標示 其實這邊也有個炮台 我帶大家一起去看 我想剛才走了15秒至20秒 就是了 來吧 多快 休息完了 好休息完了 我們可以起行了 走回這邊 走這邊上山 是呀 走吧 看這裏的樣子應該也是 是呀 割頭路 不是呀 你選了一條割頭路 不是呀 啊 看到了 標柱 這裏就是標柱 哇 這個景色很開陽 我們正式上來這個魔鬼山 對呀 這裏就是山頂最高的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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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比剛才更高 最高點是222米 對呀 哇 好 我們現在到處逛逛 看看還有什麼 探索一下 GoGoGo 對呀 探索中 我們今天來探索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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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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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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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完成了,那就要下山了 是,我们现在找下山路了 下山路好像有点难找,我带大家看看 是呀 哦,OK 就在那里一个很… 那里,然后你要转个圈 是的,然后就在这个栏杆这个位置 就是下山的路了 哇,这个位置都很隱蔽 是啊,花一点时间找 也要小心 已经有人弄了一个楼梯给我们爬的 这里的路比刚才那里来说是难走一点 嘿 走完这些呢 人家弄的繩子的路呢 又可以走回舒服一点的路了 嘿 嘿 跟随我的脚步 跟着,跟着,跟着 越来近了 越来近了 游堂高超道出路 耶 对了,快野又死了 今天我们这个魔鬼山炮台山之行就完成了 今天很感谢,有这位曾淑仪小姐带我去行山 因为这个山我第一次走的 他说很容易 我觉得真是比想中的容易中的容易 你给多少分呢? 就是难度分 我觉得它的难度分是一分 哈哈哈哈 风景分有4.5分 因为它有多爬台 而且它的风景真的很开扬 所以我觉得这里也很值得来的 好啊好啊 是啊,一定 我说一点资讯吧 它高222米 我带的这条路大概是3公里 而且我们今天走了3.5分钟 包括拍照 难怪我真的觉得很容易 3公里 平时走山都基本都要走6公里 你而已 你而已 好了好了 下座山你带回我妈 好,下座山再见 我再选山走 拜拜 拜拜